大家好,我是章魚 我是阿腕 我們今天來到了Sansung的Anime Cafe 這一期他是跟孤獨搖滾聯名 我們今天來吃聯名餐 這一期的聯名是從2023年5月19號開始 今天是22號,我們第三天就來吃了 我們今天兩個人呢 我是點山田良的貧困的大草原餐盤 然後阿腕點的是後藤一里Bocchi的 融化的粉紅咖哩 這個主餐就會提供你點的那個人物的寫真卡 我們另外兩個人一人點了一杯飲料 他的飲料是每一杯會隨機附一個杯墊 我們兩個分別點了 Bocchi的櫻花飄浮蘇打 還有紅夏的香濃可可奶蓋 我們現在要抽菇菇腰館的杯墊了 好,交給我 請阿腕選手,抽一張 這是誰? 誰?誰?誰?我看我看 啊,紅夏不錯啊 我好帥 你最不喜歡,對,你最不喜歡紅夏 可可可可 好啊好 就可以,抽抽,或其,或者是量 或者是大家的 還是我現在不應該許願 我好怕在一個武器啊 我跟一模一樣的 我好怕 我的兩個有點氣 喔,四個人的 欸,不錯耶 不錯耶 還有 還有 欸,啥 你覺得怎麼樣? 這是普通的櫻花嗎? 嗯 算好喝 熟悉的味道 濃的美露 現在來喝喝看 一杯 夠擠的飲料 上面有冰淇淋跟櫻桃 下面好像是蘇打 還有一種味道耶 櫻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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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就是很美冰淇淋 OK,但是這杯真的比我想像那麼好 那我覺得以聯名咖啡廳來說 是不錯的 我們來吃這個,涼的這盤草原 但是我覺得它比想像中還要不炒 所以它還蠻大塊的麵包啊 然後蘋果 然後喝過 所以我覺得它弄的蠻豐富的耶 然後這個不知道是什麼耶 看起來很像櫻桃,但是它是素的 我吃吃看 超級像櫻桃的 我覺得是好吃的櫻桃 是不錯的蠻豐富的 還蠻好吃的 就是蠻像平常外面下午常賣的耶 沒在補充 就是它下面之前還藏著一大一隻 覺得非常的感恩 它真的是會讓你飽的 不會讓你覺得320埋盤草 我覺得它這道想要表達的是融化的 全部都溶掉 怎麼樣 什麼味 只有吃醬的話 吃不太出來是什麼味 不是咖哩味嗎 很不像咖哩味 有一種甜甜的香料味 有啦,有咖哩味有啦 嗯,有啦 我覺得它就是比較特殊的咖哩味 這樣子比起來好像沒有好吃耶 對阿 而且大家反而可以點上草原喔 而且它沒什麼料 全部的料大概就是地瓜嘛 一點點翻吃一個米花圓菜就這樣沒有了 但是本來真的是很酷啦 但是真的做得很酷 視覺衝擊感蠻夠的 我們兩個最後的消費金額是 兩個人加起來含服務費是1034 然後呢它的活動啊 是你消費滿500元 會送你一張孤獨搖滾寫證卡 它這個寫證卡就是10張 但是全部都是波奇崩潰的樣子 不管拿到哪一張其實都蠻好的 可是呢那個店員跟我們說 那個500是要不含服務費才會送你一張 所以我們兩個這個1034沒有辦法得到兩張 但是你也可以買現場的照片來湊那一切款 可是我們就是逛來逛覺得還好沒有想買的 所以就只拿了一張 然後我們就拿到這一張寫證卡 非常的可愛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吃 就是買你們的咖啡 孤獨搖滾聯名的感想 然後我覺得呢 就是如果你要求好吃度的話 是可以試試看這個貧困大草原餐盤 它至少就是普通好吃 雖然以320元來說還是偏貴 但是你就是吃個情懷 吃個聯名的話 那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粉紅咖哩呢 雖然看起來非常的酷炫 但是就是可以勝選 就是你要吃的話要有心理準備 飲料 我覺得就是150是可以接受的 我覺得我這一杯櫻花漂浮蘇打 CP值比較高 香濃可口 太美露了 就是感覺很加常味 你們也可以再挑其他的 感覺CP值會比較高的飲料 其他甜點跟聖代我們都沒吃 然後如果你有吃 紅夏喜多的主餐的話 歡迎在下面跟我們講感想喔 我也很好奇到底好不好吃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們按讚 然後喜歡我們兩個的話 可以幫我們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 掰掰 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